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也是立法院在处理国会改革法案当中进入逐条讨论时 在晚上七点钟所爆发激烈冲突 因为有民进党籍立法院沈柏阳 钟嘉宾 邱志伟 包括壮瑞雄 郭国文 跟国民党立法院吴宗憲等六人身体不适被送医急救 而今天在晚上 有近百名的学生透过了社群 陆陆续续集结在立法院外的青岛东路 高喊着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的口号 聚集越来越多的一个民众 包括他们看到沈柏阳被国民党立委 拉下主席台非常痛心 他们认为这样子国会不是所想象的国会 而今天立法院的表决大战当中 没有宣读条文 也以举手投票讨论的方式来进行 这个议程的透明度是不够的 而从国民党立委党团 跟民众立委党团团提出的修正动议当中 内容也不清楚 他们认为争议法案可以攻防 但是没收讨论绝对是民众所不能够接受的 这是目前在立法院季节越来越多的民众 他们还拿着标语 讲的是协讯黄国昌 协讯黄国昌 立法院流氓 立法院流氓 滚出去滚出去相对的标语 夜深之后 但是青年聚集在立法院举标语抗议的民众 却是越来越多 他们认为谴责歧视暴力 国民党应该要公开道歉 不信心 就用了 当中退 是 以 Photovol 在杜国家里面 在杜国家里面 就用了 他们去点赚 在杜国家里面 帮国家里面 我来 帮国家里面 帮国家里面 你们这一位 多乎 两位 第一位 问题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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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